这不是什么黑暗料理 家里有小孩的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一口报纸的脆皮糯米烤肠 三肥七瘦的猪后腿肉搅碎 放生抽 蚝油 胡椒粉 量都打在屏幕上呢 记得把它焯下来 然后抓拌均匀 腌制四个小时 锅里放油 下洋葱末 泡发的干香菇碎 炒出香味后关火 再加隔夜泡好的糯米 生抽 蚝油 老抽 白糖 量一定要称好 味道才正宗 炒匀放凉后 加腌好的肉 像搓衣服一样 把它搓匀就行了 提前半小时清洗肠衣 套水管洗两遍 顺便看看有没有漏洞 水中加白酒 肠衣再泡半个小时 拌好的料塞进灌肠器 很多小伙伴说肠衣不好套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 取一小块肉塞到出口 起润滑作用 像这样就很容易套了 右手转动灌肠器 左手放肠衣 边灌边用手压松 不要灌太满 五分满就够了 灌好的肠衣分成小段 每段上均匀的扎上小孔排气 水干后转小火蒸一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自己做的干净卫生喜欢的帮我点个小红心吧 这是一个烤大蒜开了六家分店的老板分享给我的配方 刚买回来的黑胡虾 去抽 去壳 开虾背 放入两颗蛋黄 一勺料酒 再来点黑胡椒和盐 抓拌均匀 把盐制好的大虾放进装油炸粉的盐线袋里 调化几下就裹得很均匀啦 用一个小一点的锅 这样油也能用的少一点 发挽 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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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个大点的碗 把酸香酱淋在大虾上 抓拌均匀 再撒点白芝麻 再来最为我夏天救命的饮品 白香果 柠檬片 果汤 倒入红茶 可以多做点 真的贼好喝 浓浓蒜香 包裹着酥脆的大虾 再来一杯解暑的 白香果柠檬红茶 真的是美滋滋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跟大家做一道下饭酱菜 香辣木瓜丝 配方很好 想学的小伙伴记得收藏 500克干木瓜丝凉开水清洗三遍几干水分 弹开放通风处晾凉两小时 800克薄盐生抽加30克冰糖烧开再放凉 晾干的木瓜丝加蒜末 小米辣 红油辣子 和放凉的生抽 抓拌均匀 放两天就可以吃辣 嘎崩脆 拌饭拌面都好吃 夏天的餐桌上 一定少不了这道捞汁海鲜拼 麻辣鲜香 越吃越想吃 海边捡来的各种小海鲜冷水下锅 放葱姜料酒 煮熟后捞出 放冰水里 这一步能使海鲜更加的爽脆 然后加蒜末 春花 青红椒 调味只需一包这个海鲜捞汁 它可不是普通的捞汁 凉拌各种海鲜都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夏天的餐桌上 一定少不了这道捞汁海鲜拼 麻辣鲜香 越吃越想吃 海边捡来的各种小海鲜冷水下锅 放葱姜料酒 煮熟后捞出 放冰水里 这一步能使海鲜更加的爽脆 然后加蒜末 春花 青红椒 调味只需一包这个海鲜捞汁 它可不是普通的捞汁 凉拌各种海鲜都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碗里放紫菜 葱花 香菜 盐胡椒粉 生抽 一勺无言生晒虾皮 锅中水开放一勺水淀粉 关火淋入一个鸡蛋液 用筷子划散即可倒入碗中 一碗简单又好喝的紫菜单花汤就做好了 你也赶快试试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想吃辣椒炒肉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非常简单 家里只需要一种调料 就可以轻松做出饭店大厨的味道 锅烧热倒入辣椒 加一小勺盐 炒至蛋生捞出备用 另起锅放入五花肉 开小火煸出油脂 放入拍蒜子 炒出蒜香味 倒入辣椒 调味只需放一小包 这个家常菜小炒酱 它是大厨根据比喻调制好的 还可以拿来炒猪肝炒肉酥 非常好吃 有条件的放点蒜叶 这样做的辣椒炒肉好吃又下饭 俗话说内行吃银耳外行吃燕窝 今天教你只需简单几步 就能做出胶质满满的银耳红枣羹 银耳冷水泡一个小时 清洗干净四成小朵 加满清水 大火煮15分钟 再搅拌15秒 这是银耳出胶的关键 加红枣和黄冰糖再煮10分钟 出锅下一把枸杞 胶质满满的银耳羹就做好了 你谁要多喝哦 回锅肉肥而不腻 你喜欢吗 半斤五花肉冷水下锅 放葱 姜 料酒焯水5分钟 捞出切成薄片 爆香香蒜 下切好的五花肉 翻炒至两面开始发焦 一勺豆瓣酱 盐 糖 豆豉 红椒 翻炒成这个样子 再撒一把大蒜叶 肥而不腻口齿留香的五花肉就做好了 三块的花甲 四块的橙子 五块的大虾 放葱姜料酒去新增香 烫熟后捞出过冰水 就能使海鲜更加的鲜甜爽脆 再放蒜末 葱花 青红椒 香菜 调味只需一包海鲜捞汁 它可不是普通的捞汁 做各种海鲜凉拌菜都非常的好吃 这个夏天要是来上一份麻辣鲜香 好吃的停不下来 最近真的太喜欢这种蔬菜沙拉了 做起来简单方便 最主要的是口感特别清爽 苦菊和黄瓜切成段 再加一点可以生食的蔬菜 水煮蛋和鸡胸肉 最后淋上这个酒店 都在用的沙拉汁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 每一口都有满足感 吃上一大碗也没有负担 下班回家 五分钟搞定一碗葱油面 水开开始煮面条 煮熟捞出过一趟凉水 使面条更劲道 调味只需这瓶葱油酱 放上两勺 搅拌均匀 最后有仪式感的撒上葱花和芝麻 可以开吃了 一到夏天 很多人就喜欢去外面吃酸汤肉片 其实自己在家做呢 一点也不难的 铝鸡肉让老板切成大大的薄片 加盐 生抽 胡椒粉 生粉 葱姜水 加盐腌制10分钟 这是肉质滑嫩的关键 油热下姜蒜辣椒炒出香味 再加入一碗清水 调味就用这种熬制好的酸汤料 其他调味都不用放 煮开后放入喜欢吃的蔬菜 烫熟捞出垫在碗底 然后下肉片轻轻滑动 煮个一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一到夏天 很多人就喜欢去外面吃酸胖鱼 其实自己在家做一点也不难的 老板切好的鱼片 加点盐 胡椒粉 料酒 蛋清 生粉 扎匀腌制10分钟 这是肉质滑嫩的关键 油热下姜蒜辣椒炒出香味 再加一碗我家的自来水 调味就用这种熬制好的酸汤料 鱼袋里面有四包 用一包就够了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 煮开后放入您喜欢吃的配菜 烫熟后捞出 然后放腌制好的鱼片 轻轻推动 小火煮个五六三十一秒就可以了 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为什么酒店88一份的蔬菜沙拉 那么的清脆爽口好吃呢 原来是多加了这一步 新甘兰子甘兰分别拆成丝 加胡萝卜生菜 放一大碗冰雪浸泡十分钟 这是蔬菜脆爽的关键 放点小番茄 虾仁 玉米粒 调味只放这个调好味的蔬菜沙拉汁 拌饮即可 这样做的蔬菜沙拉 可比大鱼大肉好吃多了 为什么酒店88一份的蔬菜沙拉 那么的清脆爽口好吃呢 原来是多加了这一步 新甘兰子甘兰分别拆成丝 加胡萝卜生菜 放一大碗冰雪浸泡十分钟 这是蔬菜脆爽的关键 放点小番茄 虾仁 玉米粒 调味只放这个调好味的蔬菜沙拉汁 拌饮即可 这样做的蔬菜沙拉 可比大鱼大肉好吃多了